矿益比财 竟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这样子的投资 大文师傅今天大涨108点 你是不是看到很多股票 它在冲出去了 礼拜一礼拜台股重挫 我们不告诉你 开始寻找超额利润股票的买点 我说盘只要一指纹 这些肌肉股 它一定会表态给你看 相信今天的一个盘面 这些强势肌肉股的一个走势 你应该看得很清楚 什么是讲在前面 让你印证在后面 切老师不管是盘式的分析 个股的操作 都会事先跟你做预告 好不好 上礼拜五 排股盘中跌了207点 出现1580亿 晋级的一个大量 我说下沙取量 它一定是换手 它在清洗福尔 所以当礼拜再度的重挫了台股 我们告诉你 开始寻找超额利润 买点的股票 礼拜是如此 礼拜二台股排中跌了243点 策略不变 还是如此 我说礼拜二打到10180 这是送分题 这是自身的关键的买点 财神爷送钱来的 你一定要把握 如果礼拜二没有把握的 昨天台股开高走低 我们告诉你 押回的过程当中 还是找买点 因为最低点 礼拜二你已经看到了 礼拜二很多人不敢出手 我理解你的心态 但是礼拜三 你总应该再度的寻找 一个切入点了 所以今天一个台股 大涨108点 超额利润股票 真的在冲了 真的在冲了 希望这一波盘式的一个下沙 你最好有避开风险 有避开风险之后 接下来一个上涨的利润 所带给你轮动轮涨的一个架构 希望你一档一档 跟欠老师一起来掌握 平台股的越清光 7月9号四四二卖 这一阶段156块钱 卖完之后 7月9号反南商要卖 没有操作 直到礼拜二 关键性的一个台股 自胜的关键买点浮现的 411做接回的动作 我说财神也在送钱 你跟我买在411的 礼拜二 422.5 10张11万 昨天礼拜三因为量不够 我425有先卖一趟 有没有卖队看收盘 收盘是113 今天的欲金光 出现什么架构 昨天 我说要卖欲金光 是因为量不够 所以没办法突破 这一个平台区 今天有没有补量给你看 他修正 昨天量能的不足 所以我今天欲金光 做接回 接回的位置在430 9点35分 有机会突破 因为量忍已经表态了 430附近接回 当时价格在429 你去对价 虽然昨天 我卖了 卖在425 今天多了5块钱 我认为会往上突破 一样照买不误 我常提供给同样的看法是 一档股票 只要今天买了明天会赚 下礼拜赚更多 我不会管我以前的买卖点在什么地方 重点股票操作看未来 今天如果是会买会贪 一样 做买回的动作 纵使比我昨天卖点多了5块钱 430买回之后 今天盘中最高451 整个郁金光的架构 今天亮表态 漂亮 所以今天430 郁金光还是买 整个郁金光最新7月营收 年成长率高达67% 月成长率一样5成 郁金光平概股 你知道他有接到iPhone的订单吗 另外他补余灯这一块新领域 让他的夜期加温 所以今天股价表态 一样做卡位动作 所以礼拜二 台股来到本波段低点 10 190很多人不敢买 今天昨天可不可以买股票 郁金光 如果411礼拜 你还不是我会员 昨天你成为我会员的 今天430一样可以买 买完之后收444 也是贪金 所以现在有这个操作 很清楚 我不会乱讲话 包括这档金册 你看昨天我卖541 量价不对称 没有量 所以我先卖 买个10张50万落袋 今天金册很精彩 一开盘跳空大涨 马上锁掌停 金册我就没有做接回 因为真的来不及 今天跳空大涨压回一下 马上冲高了 所以没有接回就是没有接回 金老师怎么带会员的 我电视上就怎么讲 这是我一贯 做人处事的一个态度 所以整个金册 当然对会员稍微致歉一下 昨天我已经卖掉了 就卖掉了 当然至今 我今天卡位另外一档个股 所以金老师怎么带会员的 怎么在电视上解盘的 1510 不会夸张 也不会造假 这样昨天的华星科 长黑打下来 我相信没有人会跟你分析他的好 黑黑棒 好丑的K线 我昨天出现将近1万张的一个 量人 比礼拜二的量人 大概多了快6000张 将近一倍 有人压低进货再参加除息 你看得出来吗 你如果看不出来 我分析给你知道 整个被动员禁库存计划 已经接近尾声了 这个库存的一个时间点 已经超过半年了 我认为差不多了 华星科今天配息16块钱 值率高达将近10% 所以一定有人参加他的除息 股价目前在低基期 所以我认为很容易填息 昨天 你一定认为华星科让你很悲观 今天华星科除息16块钱 盘中曾经涨到154.5 涨了5块多 表现也不弱 所以超盘的一个价格 你的一套资金 我就是给你三档股票 我一定会出掉就了才进行的 可以做股票 两三支有够你贪 不是每天让你两三支不一样 一星期十几支 我不是那种老师 所以昨天清测卖掉资金 就是买台药 这一档同伯基板 七月营收金领度的新高 有没有表态 有没有表态 我常常在一档股票 形态突破的时候告诉会员买 因为时间上的一个效率来讲 不用等 不用等 水费可以水贪 如果突破的一个位置 没有买的 我会等到他压回来测试支撑 再做卡位 这其实就是我两套的一个操盘心法 所以台药今天当然可以买 10点18分的台药 基本面分析新高 强势表态134附近买 将昨天清测卖出的资金转买台药 很清楚啊 当时候18分台药的股价134 你去对是对价 134一定买得到 这是今天的动作啊 所以礼拜二来不及出手的 亲爱的观众 昨天今天一样可以出手 因为盘还没有涨完嘛 今天台药134买完之后 盘中大涨差一档亮灯 差一档亮灯啊 所以目前的一个架构 轮动轮涨的一个速度 还满快的哦 因为这波 它的一个下沙 四天跌掉600多点啊 跌得很快 所以很多党个股的一个 冲出去的速度也很快 你要跟紧一点啊 我从礼拜里 白尔台股大跌 告诉你 一些超额利润股票的买点已经浮现了 我不是亲爱跟你说一说的 我亲爱跟你说一说的 你们会去印证啊 印证清浩老师讲的话到底 如不如同我之前所分析的言论嘛 一位分析师 如果前面讲的 跟后面的事实是不相符合的 你根本不会得到 对他的一个信任感嘛 但是如果对盘式的架构 个股的一个操作 建老师所给你的 跟你时候看到的是 1510的印证 我希望 护金节过后的行情 一起来掌握 这一档5G最赚钱的公司 是违影 青年度赚38块钱 什么时候买 一样是形态突破 我说我等了三个月 我才出手 因为在7月24号之前 你去买违影的很辛苦 你三个月 你要等三个月它才冲出去 搞不好你之前就被洗掉了 很多党股票都是如此 所以7月24号违影 形态突破亮出来 买在375 买完之后 冲个四天来到400不追 已经二十几块钱 来到破断高 29号告诉你不追 可减码 隔天30号打下来来到374 不追高的一个情况 隔天30号来到374 不杀低 有没有 当天给你提醒不杀低 为什么 我突破的买点买在几块钱 买在375 这样二十几块 再来一次 7月30号重不重要 包括这几天那个 盘氏的下压 所给你的 违影的低阶的位置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把握住 再来一次 不杀低当然可以低阶 上礼拜四 就来到396了 尤其是礼拜五 大盘重重了182点 违影抢不抢 还涨一块半了 为什么抢 因为基本面 因为基本面 切老师选的股票 不是基础股 我不会带会马 这我们对待会 不变一个选股 逻辑跟原则性吗 所以你放心 我前的股票 常常会有利多消息 你只要在利多消息 先卡位 先买好 先低阶 那个被抬教的一个喜悦感 那种怪感 你跟我来布局的 你一定心有同感 是不是 所以上礼拜我大盘重挫 跌了182点 违影抢不抢 为什么抢 基本面 5G最赚钱的公司 就是他 赚38块钱是个股本 本利比不到10倍 所以375以下的违影 当然都可以买 所以整个违影的架构 今天大涨来到112 我盘通讯警还告诉会员 量价没有失控 当然续报 10张已经37万了 10张已经37万了 这是什么行情 这是什么行情 暴跌之后一定有暴力 所以为什么这礼拜 苦口婆心的告诉同庙 要寻找超额利润股票的买点 这不是真正在说 事实已经印证了 今天台股涨了108点 5G的违影创下波段新高 创下波段新高 对 另外一档5G的机油股 一样在礼拜二 最关键性的时刻 礼拜二太重要了 你现在回过头一看 秦老师给你一个操作建议 绝对物操所值 对 礼拜二 宋分体 宋分体 自胜关键的买点浮现了 当然要买 是不是礼拜二的 这一档5G的机油股 它的基本面 只差尾影一点点而已 哪一档 雍志科 形态有没有突破 亮了没有表态 礼拜二的雍志科 收盘1 2 4 我买在1 8 来对时对价一下 10点29分雍志科 5G的机油股 形态突破强制表态 120以下 大胆买 我特别跟会员交代讯息 内容是 大胆买 最好是就带给你 我知道拜祢 很多人都带在等 其实礼拜二 很多 同庙的一个心态是 观望嘛 四天落六百几点了 真的是心惊胆战 其实礼拜二 你只要股票没有杀出去 就欧米多福了嘛 所以为什么礼拜二的一个解盘内容 特别重要 盘中的讯息 借胆给会员 120以下大胆买 不用怕 对吧 真好是在跟你照顾 不用怕 10点29分告诉会员的 经过一分钟股价在1 8 你是对价 大概可以成交在1 8 成交完之后 当年有亮灯 当年有亮灯 1 8到1 2 4 赚6块钱大概赚5% 你自己看一下嘛 10点半你加 都在120以下 都在1 8 买完之后尾盘亮灯 说1 1 2 4 没有错吧 没有错吧 统一档股票 建老师不会跟你造假 虽然有盖牌 但你看到的是K线 你看到的是基本面 你看到的是形态 都有给你带到 所以礼拜二 雍之科买在1 8 买完之后亮灯赚半根 今天继续的亮灯 1 3 5 1 3 5 买在1 8 到今天收盤价1 3 5 10张17万 买个10张也不够花你 118万而已 3个交易日 17万而已 6683的 雍之科 这位置是买点 形态突破买 不用等 对 不用等 买了当天就赚了 昨天震荡一下 今天再继续的往上拉高 再度的出现一个大量 下礼拜 他当然还有高点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行情的一个热络程度 相信不管是从今天大盘的走势 还是各国的走势 同样应该看得很清楚 我希望明天之后 一些超额利润股票的 破断行情 你还有机会来掌握 不想如何掌握的 今天 父亲节 国人对母亲节 比较钟爱 比较有特别的感情 但是我认为一个家庭的一个组合 父亲母亲同等的重要 所以今天 父亲节 推出一个特别企划 特别推出一个特别企划 就只有今天 你如果真的有需要的 自己打电话进来 谢谢 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欢迎现金的时代来临了 接口支付 LiPay 拍钱包 全的折抵无上限 VuPon HappyGo 80点限折20元 往内亚周万里通 每趟回馈十里数 立即开启55688APP 点数折抵最划算 全的折折蔡老师 先给您父亲节最佳礼物 直线今天 先给您父亲节最佳礼物 直线今天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在三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力气 技术战手 受用不穷 蔡老师入会三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全的折折蔡老师 先给您父亲节最佳礼物 直线今天 先给您父亲节最佳礼物 直线今天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下三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车怎么开门呢 1.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2.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怪 3. 消费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4.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5.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拨话疑等就对 欢迎回到节目的一个现场 关键性时刻要看对节目 千老师的节目主轴 会给你一个正确的投资方向 礼拜一台股重挫 开始寻找超额利润股票的买点 因为准备冲出去 礼拜二看法不变 策略不变 来到10180的台股 送分题 送分题 自胜关键的买点 你一定要把握 所以我礼拜二 重压了很多档股票 我常常告诉你 什么时候要看我的节目 大盘重挫 你没有信心的同时 把我的节目看完 对你的操作一定有正面的帮助 所以礼拜二 心象是不是送分题 整理够久 等他礼拜二突破再买 我说你不需要买在前面这个位置 买在这个位置 你知道它上还是下 如果你不知道的 这个过程的时间你可以省下来 你就礼拜二跟我买 因为出现6000多张的新天亮 亮星价型概念一定还有高点 赚超过股本 营收成长68% 可不不买 有没有再充 礼拜二的星象买在320 这时间价位都跟你对过了 320买完之后 当亮灯 来到336.5 昨天礼拜三又来到370了 买个10张 50万两个交易日的时间 两天两根掌金盘 是很多人想要办得到一件事情 起码是做给你看 今天星象来到374破断高 所以这个盘 最安理承受的一个走势 已经过了 现在你要迎接的是 往上定高的一个架构 所以礼拜二 包括这一档起红了 我高点卖掉了吗 打下礼拜二 有没有告诉你 买进阶尾 有还没有 散热模组的一个起红 6月10号 形态突破 买在低档区34.3 做了两波段 7月20号创新高 46.5卖 很清楚的买点跟卖点 所以7号社的节目内容 所呈现的 没出一支嘴 每天都跟你分析 一大涨涨停满的股票 然后不跟你分析基本面 我不是那种分析师 节目的名称叫做价值型投资 不是基础股我不会分析 我也不会带会买 而且重要的一点是 我的操作会给你买点 也会给你卖点 是不是 不是涨的时候都是我加的 跌的时候不见重机 然后涨的时候又是你们加的 那种节目对你来讲没有营养 没有养分 你不会有增长的一个效果 起好是个股的操作带到基本面 也带到技术面 也带到筹码面 心里面我偶尔会透露让你知道 所以整一个操作 有买有卖 这是我的一贯风格 所以其宏有没有卖点 7月25号46.5创新高卖 卖完之后 重座跌停杀下来 这礼拜回档八天 当然不用太悲观了 我已经告诉你 我要寻找超额利润股票的买点 很清楚吧 不要悲观了 礼拜二出手 38.1买回 清楚吧 礼拜二的其宏 这时间价位都跟你对过了 38.1 当中价格在38.05 对 买啊 我给你盘 收高 今天起有大涨了8.2% 连涨三天 礼拜二买完之后收高 昨天小涨今天再度的大涨 1 2 3 三个交易的14%了 该赚利润我赚到了 该避开风险我避开了 现在又开始赚利润了 这就幸好是忍耐 上去那一段大家都喜欢股涨就好 但是你有没有忍耐 赚完这整个波段吗 另外一个重点是 股票不可能每天涨 回党修正 你有没有办法避开 回党的一个风险吗 这才是功夫啊 不要每次赚一点点 赚都赚 大条的 不合 绝对不合 所以高档卖掉 避开这一段 接下来这三天又多了14% 这就是我的一个操作 很精彩啊 包括这档微软 基欧股 7月25号来到16% 我说这已经要回党修正了 卖啊 创高要懂得卖好不好 不要去乱追高 买点你家 25号规划微软的买点你家 很精彩吧 对不对 打下来 26号买点味道 我说在这边 什么时候来 礼拜二啊 就是礼拜二 所以礼拜二是不是一个 关键性的一个时间波的转折 所以你看我的节目 不管是盘式的分析 个股的操作应该很过瘾啊 所以微软按规划大胆买啊 礼拜二的微软可以买在114 撒下来就买 收盘117.5 昨天微软123.5 今天微软继续涨 买完之后 连续三根红给棒 今天127啊 关键性的转折 像是负责给你带到 你只要跟上讯息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相信这一波 往上攻的波段利润 你每一档都可以赚到 对 很多当股票 今天都表态了 都在冲了 难道不是我之前 给你的分析吗 5G最战争公司 微影412 创下波段新高 不是在冲了吗 你最爱的 就是这种往上冲的走势 礼拜二当然是买点 另外一档5G的干领股票 雍智科 一样是礼拜二 形态突破了 我买在118 118买完之后 当天亮灯124 赚5%赚6块 今天雍智科再度的亮灯 来到135 买个十张 花你118万而已 三个假日 已经看到17万的获利空间 他有没有冲出去给你看 6683的雍智科 冲了 礼拜二是不是关键性的买点 所以我希望明天以后 盘市如果有震荡 一些强势机油股 该低接的 赶快跟建老师一起来低接 今天是父亲节 先祝福一下 全天下的爸爸妈妈 父亲节大家都很快乐 给你的父亲节特别企划 就只有今天 就只有一天的时间 想要加入建老师 团队的把握难得 这样的企划活动 欢迎你加入 明天见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去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谁胜贫乎 贫自负 投资风险 分析师精准团式解析 虽算虽看 真方便啊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跟你安赖在一起 成都部蔡老师 信给您父亲节最佳礼物 至现今天 信给您父亲节最佳礼物 至现今天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快三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成都部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公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投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后悉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物竹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败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致您追求财货路上的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担心 0800-868-365 0800-868-365 我的车啊 由我们一吹下去 没有任何一个人 看得见我的车 这么神奇哦 很烫 先推一下 对我那么好 那我 麻烦自己跟我说